纽约时报广场一群人 唯有一名犹太人 还拿出鞭炮攻击 冲着他喊肮脏的犹太人 一把冲突造成美国反犹太情绪升温 类似仇恨犯罪攻击评传 纽约布柯林街头 男子狠踹犹太车主汽车 佛州一辆货车在车身喷上 希特勒是对的标语游街 洛杉矶还有人开车冲到一间寿司店外 摆明要向犹太人找茬 光是上周末 加强巡逻犹太教堂 学校和犹太社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展开中东行 主要任务是化解尾巴冲突 以巴停火当天拜登感谢埃及总统塞西协助调停 周日更亲自致电道谢 两人还讨论如何向加萨提供人道援助 协助当地重建 TVBS新闻 赞我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活内外大事